学校的图书馆不应该只是放一堆书而已 小港区青山国小的图书馆经过改造之后 馆内的空间变得明亮舒适 处处充满温馨和童趣 小朋友除了可以安静地看书之外 也可以站上舞台和大家分享读书心得 更可以透过云端书库让视野更加宽广 一进到青山国小的图书馆 立刻被馆内色彩缤纷的彩绘和空间设计给吸引 因为每一处都是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创作 充满师长的期待和学生们的梦想 透过我们的展演舞台 比如说我们上次办了我们的孩子的 利用下课20分钟的一个说书高手 分享他的读书心得 然后给我们其他孩子来聆听 同样的我们也在这边办过 我们的老师的一个期末的一个 主题教学的一个成果展 那家长就在那边聆听我们老师的一个 教学的成果包括孩子的作品 原本这间图书馆空间过于老旧昏暗 虽然有许多藏书 但不太能够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经过改造之后整个焕然一新 小朋友就更有欲望来这里吸取新知 在孩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觉得他只是一个放书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让他真正心悦 喜欢来读书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空间的改造 让孩子其实可以在这边很享受 这种所谓的一个厚实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阅读 除了一排排的书架之外 这间号称五星级的学校图书馆 还有电子书专区 小朋友用网路连接云端 去探索更宽广的世界 假日的时候也会开放给社区居民使用 成为居民重要的知识来源 我们结合了云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库 让孩子能免费使用 他们同时也可以运用电子电脑 来做一个欣赏影片 还有呢搜寻资料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图书馆 让小朋友获得更多的所谓的资讯 能够补足在教育上不足的部分 星期六能够来这里看书 增加知识 国小时期正是小朋友的学习黄金时期 有了设备完善的图书馆 小朋友可以像海绵一样 吸取更多知识 校长也感谢家长会和地方人士 慷慨解囊 让这个美好空间可以加会更多人 港独新闻吴炳元赖昌邦采访报导